中国经济中刊微信号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信通院 工信和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 北京德贝芝雅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金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民营医疗从无到有取到了长途的发展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断创新 源自国家的政策支持 让我们有了不洁的创新动力 2019年 民营大健康领域将迎来春天 我们将在这个领域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陈金驰表示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超标准的深度老龄化 社会到2030年 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习总书记说过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共度健康中国2030健康是需要 健康是责任 健康是事业而健康 不只是让老年人延长生命周期 更该让老年人有获得感 性熟感 活得快乐 活得有质量 活得有尊严 这是我从事健康产业的中心期盼 作为中国经济新亮点 2019年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谈到创新 陈金驰指出创新不仅是以技术创新 服务创新为目的技术 和服务的升级 只是手段 实现高龄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生活才是终极目的 我们创新开展的80至105岁高龄高男种植芽 极客种 极客用 半口全口集中肌用技术 其实就是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变化应运而生的 中国老百姓的掉牙95% 是牙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 人们对口腔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 中国是高龄种植芽的最大需求体 目前得被在全口 半口集中肌用的领域不断突破 与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马林达大学中外吃牙专家合作 共同公关两小时就能种好半口牙实现当天恢复正常咀嚼沉浸石透露 正在筹建的最大口腔种植医院 获于2019年落地北京 秉创前沿种植芽技术 我的中国梦就是弘扬中华的爱文化 让80岁以上缺牙老人 重获健康牙齿全面提升幸福感新媒体编辑 王欣景关注中国经济中刊头条号 请回到文章顶部点击右上方关注